对于中国球迷来讲,自从姚明、易建林离开NBA之后,一直在关心谁是下一个在NBA立足的中国球员,孙岳虽然短暂停留,但早就是昨日故事,时间终于翻到2011年。 2016年,来自新疆队的周琪,在第二轮第43位被火箭队选中,同时福建的王哲林在第57顺位被灰熊选中,王哲林能否登陆NBA还未可知,但2017年7月,周琪与火箭签下4年557万美元的合同,正式登陆NBA了。 从第一年的表现来看,难说有多好,最糟糕的是在1月1日到3月25日,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,周琪一度完全遭到气弄,只能在发展联盟打打球。 好在季后赛前后,火箭响起了他的高度,参加了赛季后面的4场常规赛和3场季后赛。 整个赛季常规赛,周琪出战18场,场均得到1.2分1.2篮板,表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 很多人甚至猜测,火箭可能会裁掉周琪,因为火箭已经给过机会,不过,周琪还是在夏季联赛得到了机会。 第一场,对阵步行者,周琪拿到10分5板移住257犯的数据,下连10犯离场。 第二场,火箭以87比81逆转战胜勇士,周琪得到9分6篮板4盖帽1助攻1强断,第三场火箭104比90赢下快船,周琪得到12分8篮板1助攻5封盖的数据。 第四场,火箭109比102取胜篮王,晋级下一轮,周琪得到17分7篮板1助攻1强断3分改的数据。 从这几场来看,大魔王周琪绰号越打越好,越打越有感觉,场均也有12分6.5篮板3盖帽的优异表现。 对于这样的表现,主帅德安东尼称,我不想过度吹捧他周琪,但他真的变得更好了。 而GM总经理莫雷在被问到新赛季周琪是否会得到更多的上场时间时,也做了肯定的答复。 此外,卡佩拉拒绝火箭5年8500万的合同,也等于释放出卡皇,可能不是球队未来计划一部分的信息。 也许卡佩拉新赛季还将以某种方式,接受340万资质报价留在火箭。 但周琪作为替补明显有更多机会,希望他能把握住,而不是昙花一现。 旦争垫换是9500万资质的数字,那我认识地带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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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